欢迎收看海峡拼经系 我是陈颖 台湾的麻辣锅市场已经到了短冰相接的竞争态势了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个是一家位在台北的火锅店 电动掌握了和牛供应链 原本专攻顶级烧烤 但是由于锅物市场的热度始终居高不下 于是拓展战线 主厨团队迟经大陆日本研发出视觉效果十足的桌面秀 火候控制分秒必争 用餐就像看秀 这是全场最牛焦点 日本A5级黑毛和牛小鲜肉绅士赫赫有名 尽管是火锅料理 但这肉片绝不失声 利用高汤蒸汽蒸到五分熟 捲上水跟蔬菜 全程桌边服务客人动口不动手 这边吃火锅就是完全都不用自己动 就是他们会帮我弄好这样 他有一个第一时间一定要吃进去的那个timing 吃起来就是跟你一般在外面自己弄的蒜火锅的不太一样 我从台南来 台南有牛油汤啊 也挺有名的 烫的是有新鲜 但是没有那个口味这么好 那个油汁会摸出来我感觉这么好 从台南北上强鲜 老套忘不了的是和牛大理石油花 融在舌尖的香气 这间充满东方风味的餐厅 也是许多大陆专业吃货的美食基地 服务过有从北京然后上海 然后还有甚至成都 这几个大城市来台湾 包括自由行的 或者是有台湾朋友在这边来接待 然后来带他们来去品尝 都得到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反馈 我们只会留油啊 油跟肉上面这边留大概0.5mm 让那个油啊可以保护那个肉 不会受到那个温差的改变 然后做会变化这样 消去多余油脂毫不手软 专攻日本料理的主厨郭建益 掌握日本和澳洲和牛供应链 一开始他用烧烤方式料理和牛 在餐饮界打响名号 因为这边切下来都是浅 所以每次切这个时候都很心痛这样 心痛之余还是会一直想说 他怎么样再利用 所以我们就来做了一个汉堡啊 做了一个卤肉饭这样 跨足卖火锅虽然门槛不高 但是在台湾已经是个饱和的 红海市场 国建益采取的战略 是放弃走平下连锁路线 取经大陆日本研发新吃法 是说它是一个是日本的 鸽烹的一个概念 那这鸽烹其实在讲回来 你到了一个家庭里面 它就是现切现煮给你吃 在里面前完成 那这个做法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呈现一个锅物的鸽烹料理 那我们要把这个茶汤呢 萃取这一个 它柴鱼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烟熏的一个香气 它和宜兰茶农合作 独创预露茶汤汤头 以茶汤当基底 混合蔬果熬制的鲜汤 和日式柴鱼昆布汤体味 茶汤这东西其实在日本当地也不可能会出现 对那这都是我们就用我们在地优势 我们甚至我们的饮食习惯里面 我们把这个茶 然后怎么样来跟汤做结合 然后来做成火锅 然后在桌边呈现 主厨团队从大陆挖角回台的餐厅经理David 曾经在东北地区的火锅市场磨练十年 他研究大陆各省锅物吃法 吃惯了麻辣鲜香 David回台湾 这回卖火锅不再加油添醋 上的食材省去卖弄酱汁的步骤 现在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这个牛蛇海胆卷 我们只用一根牛蛇后段的位置 那因为后段呢 它本身它的组织纤维比较细致 秀色可餐的桌边秀 除了炫技 更重要的是亲自把关食材伸熟度 那我们这一罐准备的是压蛋黄 然后跟我们糖水来做一个蛋丝这样 这难度在我们这个糖水的比例 如果太浓的话 煮出来的蛋丝会太丑 蛋丝的比例又太稀的话 煮出来会变蛋花汤 压胆蛋花冲进甜汤里 快速搅拌拉丝 搭配冰淇淋 视觉系 甜点上桌 在挂满东方字画的餐厅 氛围复古 但菜色却求新求变 当时想说这东西应该不会太难 就不过就是一个街边小吃的这种 应该不会难到哪里 但是在呈现上面 跟我们在比例调配上面 其实也挫折了半年这样 一直失败一直重新在做 那规定机是台湾就是有名的血统机 制成跟它的养殖完全都是无毒 火锅的话我们就做成酱 然后做成火锅料 那像我们如果烧烤店的话 我们会做成像是一夜干烧 做生的 以和牛为主题 郭建益带着团队 意外打造汉堡鱼肉饭品牌 口味中西混搭 从不同面向切入美食产业链 要在台湾火锅界引领潮流